这只猴子正在觅食,却不知危险将至 见一只石猴鹰死死地盯着它 眼神中不满难以掩饰的杀意 石猴鹰体型强健会找锋利 能够轻易撕碎猎物的皮肤 它们时常隐匿于树梢之间 悄悄观察猴子等猎物的举动 等待最佳的狩猎时机 石猴鹰能顺利捕杀猴子吗 感兴趣的朋友 点击屏幕上的有用按钮支持一下 我们接着往下看 此时石猴鹰见时机一致 猛然展翅扑向猴子 石猴鹰飞行速度极快且悄无声息 猴子见状欲逃却为时已晚 但见树梢间一阵晃动 随之传来一阵凄厉的惨叫 最后等到石猴鹰飞出时 力爪之下已然多出一只猴子 作为菲律宾的国鸟 石猴鹰是当地猴子最大的天敌 处于这种敌对关系 当一只石猴鹰折断翅膀 不慎落入猴群 竟然罕见上哑了一幕 掠食者反被猎物袭击的场景 这只石猴鹰不知什么原因 羽翼受伤落入了猴子窝 群猴见状纷纷栖身上前 响一探究竟 可这样的举动 惹怒了受伤的石猴鹰 他忽然煽动单一暴跳如雷 吓得群猴一哄而散 随后又摆出一个随时反击的架势 时刻驱赶 试图靠近的猴子 但嚣张也引起了群猴的不满 一只体型健硕的猴子 首当其冲 其余猴子也紧随其后 石猴鹰见这阵仗 明显有些惊慌 又见大猴不过是虚张声势 紧张的情绪才稍稍放缓 没有了大猴的一身犯险 群猴也顿时没了兴致 逐渐散开 望着远去的猴群 石猴鹰始终保持 原有的姿态一动不动 不敢有半分松懈 期间还不停环顾四周 生怕猴子趁其不被近身偷袭 久而久之 他的举止又引发了猴子的好奇心 于是陆陆续续有猴子开始接见 就在石猴鹰 专注防备眼前的猴子时 另一只猴子突然从背后偷袭 攻击位置还是最脆弱的段翅 石猴鹰一个亮枪 直接倒地不起 本就是强弩之末 之前为了震慑群猴一直强装镇定 如今在遭重创 让本就虚弱不堪的身体伤上加伤 哪里还有力气起身反抗 趴在地上的石猴鹰身影十分凄凉 有倒是虎落平阳被犬击 堂堂鹰类顶级掠食者 今天却被自己的猎物如此报复 不禁让人唏嘘不已 也不知道最后石猴鹰能否逃离猴群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